最近,檳榔的价格飙涨 光复、瑞穗等高山檳榔园是进入产季 也迎来萧小觊觎 凤林警分局高度重视同步启动了护冰砖案 防止檳榔窃案发生 同时也维护农产运输的交通安全 要让檳榔农能够过一个好年 无论深夜或清晨 光复香高山檳榔园的主要农路 不见割檳榔的工人 反倒是看见远景巡逻的身影 让农民放心了不少 农历年节脚步逼近 檳榔价格也跟着飙涨 花莲中区包括光复、瑞穗、汶荣 以及凤林四乡镇、高山檳榔进入产季 而为了防止萧小入园偷窃 或者工人误割林园的檳榔而引发纠纷等事件 凤林警分局即刻启动护冰庄案 悬逻情务,加强安全维护 另外也针对了夜间或深夜时段 结合侦察队专责警力有效遏止窃盗案的发生 并且加强约制冰廊灌犯 同时也前往冰廊航口查房 宣导不收受来路不明的冰廊 全民共同来防治窃盗犯 给民众一个安全无语的生活环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